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英国本科的这个申请题是UCAS UCAS的全称是University and College Admission Service 类似于中国的高考志愿系统 可以填写五个平行的志愿 但是不同于中国只能够在高考前或者高考后的某段时间内填写这个志愿 UCAS的时间线呢相对比较自由 一般是有效期为一整年 在你大学入学前的一整年的时间里 任何一个时间点里都可以注册UCAS的账户 UCAS的运作不同于中国的是 它并不是类似于中国的一个统一招生体系 每个学校呢仍旧是独立招生的 只不过所有的招生结果会在UCAS上面体现 简单的来说呢 UCAS其实是一个用来整理和消化各个大学的招生结果的一个体系 因此呢每个大学它会有自己的一个录取要求和deadline 某些特定的专业的deadline呢会很特殊 UCAS会有一些特别的规定 比如说牛丁剑桥两所大学里面呢 你只能填一所 而且他们的deadline很早 大概在十月初或者十月中就会结束 某些特定的专业呢 比如说医学受医 他们的deadline也一般在十月左右 同一所大学你想填两个专业的话呢 那就要占两一个志愿的份额 你可以申请同一所大院大学的五个专业 但是这五个专业就相当于占了你的五个志愿份额 UCAS的操作呢其实并不是很简单 大部分的中介呢其实只停留在填写无所 常规平行志愿的阶段 有些中介呢其实它根本就没有接触过或者操作过UCAS 为什么呢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也有说过 因为大部分的中介其实是二三级 甚至是四级的代理 他们只不过把信息交给他们的一级代理去处理 而接触的这个二三四级代理呢 他们可能一辈子自己都没有操作过UCAS 当你填写完UCAS的志愿之后呢 UCAS进行的第一步叫做平行投地语 也就是说你申请的五所学校其实会同时受到你的这个申请 那你申请的学校是否知道你申请了其他学校呢 理论上是完全知道的 在我看每一个UCAS申请的时候 我是能够看到他们申请的四所学校和四所学校的专业的 但是我们不会去care 然后也不会去管他申请了那些学校 因为在你没有拿到offer 没有做出任何选择的时候 你申请是不是申请其他学校 你申请了牛津还是申请了剑桥 或者申请了很差的学校 对于我们学校本身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在你第一批填写的五所学校出结果之后呢 你就可以选择你的firm 或者是secure choice 这就是我们国内说的第一第二支援了 英国呢 有一个跟国内完全相反的一个体系 就是在你没有参加考试之前 英国的大学已经在决定你的申请了 所以他给的offer 很大程度上是conditional offer 并不是unconditional offer 当然了 也有一些学生 他们其实是已经毕业了 然后拿一个已经完成的成绩来申请 差不多发conditional offer和unconditional offer的 比例在9比1 也就是说90%的学生 其实他们都没有参加考试 所以这些学校在出这个offer要求的时候 他们自己其实并没有一个 很确定的一个底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也不知道 到今年的考试学生会考出怎么样的一个成绩 offer要求是通过大数据 或者根据去年的情况来判定的一个要求 但是呢 英国学校呢 在拿到成绩之后 一般来说英国的出成绩可能在8月中 但是大学在8月初就已经拿到成绩了 他拿到了所有学生的成绩之后呢 他会有自己的分析 然后根据当年的成绩来调整他的offer要求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人性化的是呢 UCAS的offer是最高要求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今年如果所有学生都考得非常好 UCAS也不能够提高他已经给你的offer要求 就是所谓的指低不高 也就是说哪怕所有的人给都考了满分 但是大学给你的offer要求是80分 你也能够录取因为offer的最高要求就是80分 那这里我要多说一句了 有的学生可能会问我能不能就申请两所学校 然后不申请无所学校呢 可以 但是呢UCAS是不能够分多次提交的 也就是说你的第一次提交的五个志愿呢 只能够提交一次 如果你只填了两所 你申请提交你后面就不能够再 在就是说再填写其余的三个志愿了 而且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你先前没有填满五个志愿 你是不能够参加补录的 只能够直接参加七月份之后的侵录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要说到UCAS两个很重要的特殊申请途径 一个叫extra 一个叫clearing extra呢叫做补录 clearing叫做侵录 其实大部分的中介对这两个操作呢 是完全不了解的 所以当你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建议你就不要找中介申请了 什么是extra 最简单的理解呢 就是最佳第六人 使用extra的前提是 你已经使用了前面的全部五个志愿 但是你没有一个offer 或者你没有一个志愿想去 你拒掉了所有的offer的情况下 你才能够启动使用第六个志愿的机会 注意我刚刚有说了 必须是前面五个志愿全部用完 也就是像之前你只提交了两个志愿 你之后再想走extra是不可以的 什么是clearing clearing呢 一般是在整个申请周期的最后几个月内 这个时候一般从七月份开始 这个时候因为每个学校做decision的deadline 是六月三十号 那到七月初的时候 其实每个学校对自己今年的招生蓝图 都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 他们会进行一个查漏补缺的录取阶段 UCAS之前所有的申请出结果都是六月底 所以到七月初的时候 如果学校没有出结果 或者你没有做出任何的offer选择 都会被UCAS自动视为季节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每个学校会根据当年的申请数据 和根据学校自身的情况 在某些没有招满 或者是招的有一些空缺的一些专业呢 会腾出一些位置来 这些位置呢 会被再一次在UCAS的系统上面放出来 继续招生 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家扫地 你全部扫完了之后 你再自己用肉眼去检查 有没有落网的垃圾 而这个过程就类似于CLEARING 就是我们所谓的侵入 给大家一个数据吧 其实CLEARING是英国学校招生 比较重要重要的一个环节 也是每年我们最忙最忙的时候 在2020年那一年的申请周期里面 有7万个学生是通过CLEARING 被学校录取的 那7万个占多少的比例呢 占所有当年申请英国本科学生的 13.6% 每一年大概有15%左右的学生 是通过CLEARING录取的 也就是说10个学生里面 就有一两个其实是通过CLEARING 录取的 所以CLEARING相对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申请途径了 当然了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一定要慎重的选择offer的第一第二志愿 那在下一期的内容中呢 我会更加详细的为大家解释 XTRAG和CLEARING的整个过程 以及分析一些英国志愿系统填写的一些案例 我做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呢 是希望站在一个不同的角度 跟大家解释整个英国UCAS申请的过程 我知道大家能网上查到的很多信息是中介发布的 但是中介其实作为一个引力机构 他们更多的是吸引你来使用他们的服务 我在英国大学的招办呢 工作了很多年 UCAS和整个录取过程 材料的整理材料的分析 侵入掉挡算分 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么多年来呢 其实我会站在一个相对比较客观 尤其是大学招生的一个角度 来看整个UCAS的系统 和整个招生过程 所以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 最后呢来做一下广告 我们有一个公众号 希望大家呢 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下次有可能就会让胖狐 来做整个配音 我们来自上海 我们在英国生活了很多很多年 可能和你们一样 我们二十出头就来到英国 在这里生儿育女 在这里工作 在这里生活 我们会把很多我们的想法 和我们的经验 分享在我们的公众号上 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 再见